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Rebecca 多謝你今天參加我們這個行業 出狀元的講座 講得非常精彩 剛才講這個聯絡和革命 我就剛剛學了幾樣東西 就是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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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我們會放回這條片上去我們的平台 另外我們就學懂了除了做VIP之外 還要做UVP Unique Value Proposition 是的 我們就想今天再請教多些 如何在這個職場上做多些人際網絡的建立 尤其是那些在亞洲剛剛移民過來的年輕人 他們的文化很不同 因為我們在亞洲來 尤其是香港來的年輕人 他們很多時候很害羞 而且很服從 很私道尊嚴 所以當我們去溝通 溝通的時候 是很覺得不知道怎樣的樣子 請你可不可以教我們呢? 首先謝謝你 Carmen 邀請我來今天這個資訊講座 其實聯絡 剛才我都說過 真的是一個肌肉 我也記得我剛剛第一份工作 或者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自己是很害羞 是一個討論的 我想 第一就是一個 Mindset Change 所有東西都是 你會覺得這個聯絡是重要的 很多時候我發覺 亞洲來的同事跟他談 有些都會覺得 哎呀 我不搞Politics 我不搞辦公室政治 這個觀念是錯的 千萬不要看Networking 是一個 negative 的東西 或者哎呀 我不拍馬屁 你先由那個概念去改正先 你要Appreciate Networking 其實是一個 Build Up Relationship 的東西 你要接受 才可以去做得更好 第二就是 So about Practice 剛才你說過 ARRRR 其實是我自己經過二十年 不停地去揣摩 去考慮 究竟如何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其實跟做運動一樣的 你這個 Networking Muscle 要多做 多做就不會覺得很 Awkward 剛才我講過我很害羞 或者是一個 Introver 不要給自己這麼多這些限制 不要一定覺得說 Introver 我一定不可以什麼 我個人很悶 我出去一定沒有人跟我說話 很多時候是你自己的路想的 那如果真的覺得 Introver 比較難一點的時候 剛才我都講過有幾個跳門的 比如找一個比較 Extrovert 的朋友 拉著你去 可能他認識比較多些人 他會開始的時候讓你可以容易進入狀態 或者很多時候 我要去一個 Networking Event 我自己都會穿得漂亮一點的 那你個人心情漂亮一點 比較自信多一點 那你走出來去 Networking 是有些分別的 那這些小小的跳門 你都可以做 那當然 也都包括你怎樣去 Practice 我們經常說 Elevator Speech 你怎樣介紹自己 是不是 譬如很簡單 Carmen 譬如你問我 你當不認識我了 Rebecca what do you do? 那我可以很平鋪直序地說 哦 我在銀行做的 那變成你沒有東西可以再問 是不是? 但我也都可以說 是呀 Carmen 你好我呢 其實是在加拿大銀行 RBC 我是幫助在這裡很多亞洲來的 entrepreneur和 business owner 去建立他們的Canadian dream 那是不是會有些不同呢? 那可能會觸動說 哦 是嗎?我都是 business owner 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點? 那起碼你每一個答問題 都是希望可以引起人的興趣 那別人可以繼續再問 那才有話題繼續說的 那這個也是竅門的 那第三 Carmen 你的連結和討論那個 是呀 那第三就是 剛才我講過 都是要比較methodical 比較intentional 就不是說是好像 flow spaghetti spagetti 都亂來啦 我就一味在linkin 裡 所有人都在link 那這個是不會有效的 因為如果你不停的link 沒有人理解你 這也會很frustrated 那所以剛才我講過 為什麼要methodical呢? 就是希望 令到你做這個網絡的時候 更加efficient 效果更加好 那效果好的時候 你自不而就會做多一點 跟剛才我講的 做運動一樣 如果你亂做 沒有效果的時候 你就會想放棄的 是的 說得很好 Rebecca 我們剛才就提過了 首先就是內向型的人 introvert 就是去找一些外向的人 搭檔跟你一起去那些社交場合 另外就是 多些去鍛鍊這件事 另外當我們去跟人際說話的時候 那些語調要有一點點的益揚頓挫 就不要平鋪直序 就是這樣 越講越難睡 是的 是的 另外我相信這個自尊 一個正常的 完全的 一個正常的自尊心 也是很重要的 不要讓幾次的失敗 就是打敗了 是不是?Rebecca 因為經常在網絡網絡的時候 看到有些銀行總裁 或者高級這個 這個老闆 或者是某某的大人物 我們跟他說兩句 他就會走開了 他拿水了 不管你了 那你做了幾次 你都覺得很無人的 那怎麼辦呢? 是的 這個問題非常好 剛才你說那個自尊心 或者平常心 所有東西都要平常心 那其實我剛剛來加拿大的時候 我都發現有這樣的情況 譬如很多時候 我當時在投資銀行 那是很少中國人 或者是真的沒有什麼移民 我想我是唯一一個移民 又所謂英文是第二次的語言 那我經常就很認住 我的英文當然是人家說得不明白 又或者認住 我當然是很悶 哪有人有興趣說我的話 我又在星期間 又沒有看球 又沒有去家庭 那這個心態也都會 你這樣認住的話 也都會令到那個交談 越來越悶 如果你覺得自己悶 你鬆出來的樣子一定是悶的 那所以你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才平常心態 我做很多事情 我有很多興趣 我有很多關於中國的文化 我可以分享 或者可以說的 那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第一點 第二就是 真是不自然 有時候 可能是對方不知道跟你說什麼 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那因為 人是很自然的 譬如我和你在香港來 大家都是中文大學 那當然是有共同話題 那共同話題 所以你一定有個像性 或者覺得 閉著眼睛 我都知道跟你說什麼 講一下 香港 去喝奶茶 吃菠蘿包 那同樣 他在那裡大的加拿大人 通常是說波 夏天就說 烤焙 冬天是去滑雪 那這些當然是 那變成他們的共同話題 多一點的時候 那他就會比較 寧願和相同的人聊天 那你也不用這麼自然 你不要覺得說 那個人當然是覺得我悶 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可能他真的不知道跟你說什麼 他都覺得尷尬 那沒有所謂的 你就會移動 那第三 就over time 其實我們去到北美的環境 你都真的要融入北美的環境 就是多多少少工作之餘 其實你很快會覺得 你去都是說幾個東西 你就要自己去學一下 譬如 hockey是怎麼玩的 或者看一兩場 那你起碼有得說 那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不會記得哪個團隊贏 哪個團隊打得好不好 但是起碼別人說的時候 我可以回答到最好 這個團隊 我也有看昨天那場球 我覺得哪個哪個 真的守得非常之好 我想加拿大人 我覺得他們是很 很 appreciate 如果你去 participate 他們的 conversation 他會願意 share 多一點的 譬如你可以說一下 cottage 或者加拿大這麼多 安省這麼多湖 你覺得哪個湖最好呢 又或者你覺得這個團隊 昨天那個trade 就是那些hockey團隊 經常有很多trading 你覺得那個trade合不合理呢 那他們是很願意 share 給你聽 所以有時候不懂不要緊 但是你有個 curiosity 你就問問題 問問題也是一個 挺好的 conversation starter 對 說得非常之好 Rebecca 那我最後還有一兩分鐘 我就請教你一個 非常之人家臨場 是要執生的一個 situation 當你呢 尤其是亞洲來的年輕人 他們的英語 又不是 catch up 這麼快 本地的英語的時候 而那些host 或者是對方 是說一些很快的他們的語言 然後又或者他在說他的興趣 那當然我們 in the long way 我們當然要 pick up 本地的文化 但是一時之間 我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傻了 站在那裡 那怎麼辦呢 是嗎 是 你可以有三個選擇 那我會告訴你我會選擇什麼 第一 很多時候 包括我自己適合你的手 第一個選擇就是傻笑 OK 全部人笑我就跟著笑 你一定是有些好笑 雖然我不知道笑什麼 第二就是慢慢襯後 覺得很awkward 第三就是 你就可以問一下他 啊 OK Something sounds funny Can you just repeat and tell me more about it 或者不要叫做repeat Can you tell me more about it 那你就變相問他 說多一次 可能說得細節一點 那 希望第二次聽的時候 你會聽到少許 大概知道他是在說運動 還是在說政治 還是在說放假去哪裡玩 那你聽得出他是哪一個category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再問問題 譬如說 Base for I only watched once a long time ago Can you tell me what'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最近有什麼新發展 那又有話題 那我就會覺得傻笑和退後 就是沒那麼進取 因為你就是lose了這個opportunity去學 因為很多時候我發覺 學東西 尤其是學這些current affair 或者culture 最好就是由其他人那裡學 因為你自己看 你可能會學得慢一點 那有時候 我覺得絕對feel comfortable 他說 I'm new I haven't heard too much about this topic Can you tell me more 正如我剛才這樣說 他們是很樂意 share多些他們的觀點 Yeah, thank you so much 多謝了Rebecca 我想 尤其是新移民來到加拿大 但是有很多東西是需要學習 去融入 這個地方大 但是要碰到一個人是不容易的 其實還有一些方法就是 好像Rebecca那樣 多些參與一些社區的服務 一些的義工的服務 慈善的服務 不要說收藏 收藏自己 然後是一些社區的群體 是多些去投入 你永遠都會見到 很有無限的機會在你身邊等著你的 多謝了Rebecca 多謝了 多謝了 Thank you